这次为什么会以小王子为主题呢? 在B612星球 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世界上越来越长大之后 你才会发现说原来这世界是很复杂的 可是小时候我们就急着想要长大 然后我们就很希望今天所有来听我们音乐的朋友 他们会觉得说就算他们整个年龄啊 或者是身高一直在长一直在长 但是他们心中的那个纯真 还有那些快乐那些单纯一定要在 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借由我们的音乐 可以给大家这种感觉 真美 这是真的 那你们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其实我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更变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啊 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不同的梦想 我最小时候的梦想是开那个杂货店 因为我小时候跟我爸爸说 我们相口有一家杂货店 我跟我爸爸说 我小时候想要当杂货店的老板 是因为我吃什么喝什么都不用钱 后来我爸爸就回答我说 但是你要进货你还是要付钱 我说那我不当 那上一车呢? 我小时候台湾很流行棒球 所以我小时候我想当职棒选手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超级会打棒球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运动细胞可能就不好 因为有一次就有一个 就是我妈妈常常会跟她朋友说 因为她说我小时候跟她讲说 有一天放学回家就跟她说 妈妈妈妈我今天我们跑步比赛 然后我就是跟我妈说我跑了第八名 然后我妈就说哇很棒啊 那你们班有几个人在跑 然后我就说八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哇 后来我妈一直拿着这个笑话到处去跟别人讲 然后我就觉得我根本就不适合运动 她真的不适合运动 我粉射了你小小的心灵 就是到现在一直就是 像我以前都觉得我以前跑很快 可是我每次睁开眼之后 我都总是最后一名不然就当初第二名之类的 超好笑的 对 那你们现在就当了艺人哦 跟你们最初的梦想都有出入哦 可是我其实国小的时候就是想要当歌手 是 只是因为我家人非常的不赞同 但是现在当了歌手之后 才发 没有我那时候小时候想当偶像歌手 就是唱唱跳跳 然后就可以很多人都为你尖叫疯狂 对 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定会很让我自己非常开心 可是现在当了创作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给人家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对 但是偶像其实也可以给别人东西的 顺神呢 我很幸运 因为我从高中我的志愿就是要做音乐 然后又可以做一些幕后 我主要最终我还是想要做幕后的制作的工作 但是如果有机会可以 像现在就是棉花糖就是一个机会 或许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或者让听见我们的歌 对以后或许是会有帮助的 对啊 我都没有反对啦 从街头艺人开始 后来到出唱片都没有 不行你不能当歌手那种 我父母还蛮开明的 像我哥他就是艺术家 然后我就是都在玩音乐 然后我父母他们都很支持 而且常常就我们的表演 或者我哥哥的作品 家里头会有放 然后朋友来 他们就会好像炫耀 给他的朋友看这样子 就觉得很开心 刚好我的父母很 对 对 Up next Kat and Candice tells us about their love for Singaporean food Beep